如果他出軌 他跟我一起說要回台 我會答應 可是現在的居民都要跟你一起 有小孩的情況下 可能會直接 六月何浩晨抓包出軌朝大愛 修傑凱滿假今晚 拜了五十萬 安真真 在你還沒有搬到我們社區的時候 我們社區可是風平浪靜 你一搬來就風扑不斷 你到底有什麼企圖 大家好 我是六月在戲裡面 我飾演的是陸香平 我是修傑凱 我在《親愛壞蛋》 飾演的是壞蛋 我是何浩晨 在戲裡面飾演的是 《女美投手》 這樣就贏了 家庭公斗影集《情愛壞蛋》 描述隨堂以假貴婦的身份 寄生上流社區 六月卻帶頭在貴婦村把鈴他 劇中演員修傑凱 何浩晨 六月來到三里新聞網 進行Q&A問答 今天真的還完了嗎 還是還得差不多了 請問是否曾經對另外一半說過善意的謊言 我買腳踏車很貴 但是我沒有跟我老婆說實話多少錢 大概二三十萬吧 大概是二十架三十萬 哇 把他分開 那為什麼要去說這個善意的話 就不想解釋那麼多 延伸下來就會說 你買那麼多台車要幹嘛 不都差不多 差別是什麼 玉姐如果你知道的話 你會不會省次 其實李先生買任何東西 我永遠都是最後一個知道 哦 原來你買了這台韋式牌 哦 原來你買了這台韋式牌 哦 原來你買了這個衝浪板 哦 奴才最該問死 他有一天照鏡子說 我好像有點胖 我說沒有 你好熟 你身材比修姐還要好 比赫浩翔還要好 在我心裡面 你是第二梅爾斯第一 天上的分數許夠 這不是通常都是老公 對老婆說的嗎 因為我個人維持得比較好 壞 以前大學的時候曾經 對女朋友說過 她生日的時候我沒有辦法到 但其實當天我就是 騙了她 我還是到了 然後我就 紅的蛋糕進去查 這好浪漫 這是驚喜 哇塞 這也算帥 這有信心嚴重嗎 如果發現第一半出軌 會選擇 隱忍還是直接貪拳 有小孩的情況下 可能會直接貪拳 那你們看他要做什麼 你們看 是嗎 對啊 如果他出軌 他跟我提說要回彈 我會答應 但如果他是那一種 不講 不講 那就當你這件事 反正現在的群友 我們要明明 你很愛小孩 但是你不愛我 你想回彈 那我們就退回 合理 就當小孩的爸爸媽媽就好 全世界那麼多男人 沒有關係的 啊 啊 我會先靜下心來跟他 如果他只是玩玩的 就是不小心的 那 你會 你會再給他一次機會 如果我自己很愛 你會猜 你們這樣這麼的氣派 怎麼會選這幅畫怪者 太突兀了吧 應該是某一年聖誕節 我先生送我的吧 你選擇是嗎 有約過像黃先生那樣的人嗎 身邊有朋友類似這樣的 然後會宣布 可能自己的事業做的能力 還是會的 但其實私底下了解的人 就是覺得 其實叔叔那麼容易會吃 但我自己的話 我是不會說過 我就是看看就好 你給我們過 如果身旁都是 就是 真心 都男 都直男 智商都偏 不掉 我不許你這樣說楊宥寧 楊宥寧 月姐不開心 你還不夠 對 疾快 親愛壞蛋呢 是一個結合 親情 愛情 婚姻 友情 可以從當中看到很多人 人士 所以推薦給大家 希望大家看親愛壞蛋 所以真的是我覺得說 她還不可以一起熟 你 可能是我的親愛的男朋友 東西可能就是人家的壞蛋 對我而言 三個簡單的形容詞 就是 混沌 迷 網 寫實 以上 他們兩個說的都是真的 所以敬請期待 4月21號 請梅之五晚上10點 三立都會台 30頻道首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